以下为个人意见节目 敬请留意 开集啦 选举跑马仔 你怎么看 各位华与电台听众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 选举跑马仔 你怎么看 今天来到最后一集 希望在过去这么多集里面 都带给住在万感区的听众朋友 一些新的想法 或者一些新的知识 就算你不是住在万感区里面 其实你听了一些关于竞选方面的资料 其实对大家的知识都有帮助的 我们的嘉宾主持就是Robert Mock 阿博 Hello博你好 阿博你好 阿博啊 今天最后一集就会讲 万感市的第八区 是第八区呢 很多人都熟悉第八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经常去泰谷啊 或者去Market Village 没错啦 其实这个区的范围 第八区万感市 在哪里打哪里呢 其实都是南边 南边就在正中间 因为夹住了左边就是第一区 去到阴阶的第一区 第七区就在右边 就是东边 其实第八区呢 它就不是一个完全的四方形的 如果你看到它好像一只船 我看到它好像那样的 船型 因为它像一个古代的战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好像一个L字 但是又有一个尖尖的 在左边那里 有一个左上角 有一个尖尖的 一条长长的 小三角 好像古代的战船 你知道它有一个大的头 有一个大的冲击的 其实它讲一下它的分界 它当然由这个 斯蒂斯那里开始 因为斯蒂斯是南 就是东伦多 斯蒂斯是北 东部来说 它又是由麦卡尔芬 一直以西 如果以西面向东面为界 就是它用了那条404 就是以前那条 Done Valley North 或者是404 但是去到407 就跟着407来走 至于是北边那里 就用Hirway Seven来做分界 如果你说那小小的角 就是那个Walden那里 就是那里是第八区 哦 这样 至于这区 有没有一些情况是怎样的 那个竞选情况 背景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会和我们介绍一下 第八区你都知道 比较有些商业临临 如果你走这个Woodbine 如果你走Woodbine 你看到一路上去 两边都是很多商业楼宇 商业商场 内街亦都有的 对不对 这个condo其实不算多的 对白区 是 据我所知 现在只有一两座比较高的 好像一座起了一座未起 嗯 这个区今次赌得位候选人 有没有要连任的候选人 一共有五个候选人 不是哦 是吧 白区一共有五个候选人 两个是华裔 其中三个是新手上路 嗯 是啊 其实听说呢 其实实际上 不是听说 区里面要连任的议员 都做了很多年了 连任这个议员 直成超班 第八区这个赵善光 他是做了 相信是二十九年 是 就是当吃饭 连任都是再选赢 嗯 他是好像由一九八五年开始了 是吗 没错了 他真的是那个 当这个省 还真是未开发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了 嗯 其实呢 区呢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跟我们介绍 如果没有呢 我们又去讲他的竞选议题了 是吗 我说 那他的议题 其实 其实 其实这一区 我说到选举 每个人都问 今年是否赵善光 会落马了 每个都这样问的 这个问题就是很自然的问的了 做了这么多年 因为他年纪也有 五十一大 他真实的年纪 我没有去查够 但是如果做了三十年 你想想他 起码也有七十岁 应该差不多 是 对不对 那他现在有很多人就说 他有时候去议会 我自己去议会也看到了 开会的时候看到他 他十二点钟 他跟Gordon Landon 就是 就走了了 因为 好像要睡觉 那两个都是有些 半夜十二点 是 因为开过半夜十二点 都试过很多次 哦 这两个 那一开过十二点的时候 他们有时 不是每一次 有时 就会说 excuse me自己 就走了 那些人就睡觉了 那就是要回家睡觉 回家睡觉也没有人怪你 但是有些时候 他又给人一种感觉就是 他究竟是睡觉 或是在下头沉思 因为他动都不动 眼睛又闭上了 有时 有很多人怀疑 没有证据 怀疑他是不是 究竟在睡觉 只是沉思 嗯 这样 哇 真是没人知道 是的 好 来讲回你 第八区民感事 有些什么特别的竞选议题 我们要关注的呢 竞选的议题 其实都有几个 最主要就是说 有些水浸的情况是很严重 这么多年都弄不好 我们接下来会谈谈这个问题 我们选择了这个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 暂时未成形 但将来会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 就是Gordon Langdon 他当时退休 今年退休不再竞选 做几个月 就发表了一些谈话 和报章 他就说他退休之后 就专注做一个国际贸易中心 这个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就没人知道 绝对 除了他和市长之外 又是全部的议员 即是有13个 联盟市长 因为在座下会议 但除了他们两位 真的没有一个人知道 又是满肚物圈 有些人说 是不是一个流冰运动场的翻版 今次建这个国际贸易中心 要不要花我们居民的钱 他就立刻说 这个是私人的投资 但是私人的投资 市会会不会有些特别益处给人家 令到居民有所损失 在税收上 或者在发展费上 或者有其他要修整道路上 你事先不可以跟人商量过 或者是因为这些发展 都会影响民生的 突然间多了车 多了人 是吧 那这些又要说的 但是没有说过 但是现在这个地点 也都是没有说的 但是呼之若出 还有各种的谣言 已经是十分之接近 有人已经是成立了这个 就是在第八区 我现在不想详细的 因为这些谣言 我没有说那么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问题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水浸 我也很记得 有一次水浸是很夸张的 2005年 没错了 很可怕那次 是很可怕 那究竟水浸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水浸是万感市全市的一个大问题 那这个全市的大问题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因为这么多年那个市府 都是想着起新楼 起新的旁边 就完全不记得了那些旧区 尤其是 你知道其中一个康山 叫Thorn Hill 那个是第一区的 就是我们以前说过 那一区是差不多最旧 我以前也说过 最初的移民 所谓最初的移民 就是英国人来到 就是搬了上来 最初在这个附近地区 最久的地方 在加拿大立国之前 已经长度好像是1792年 就已经是一个康山 就是那个地点 其实就是现在在 Dorn Mills和Steeles的北 就是一个村落 那那个康山地区 是最初开发的 在万感市 那他们那些 他们那些排水系统 污水系统 已经几十年了 那这个呢 就失收了 那去不及那些水 那经常有失收的问题 就令到水浸的时候 那一区是最严重的 但是我们这样说 就是说回来 查回来说 拿回来说 就是第八区 也都是很严重的 那我们会继续 详细地说第八区 就不是说了 康山的问题 但是有连带关系 我们会接下去 是 那其实那个 在这个竞宣议题上面 怎样和今次的选举有关呢 那些候选人 会不会靠这件事来到吃虎呢 或者那个 现在做的那一位市议员 就不想提这些东西 但是其他的对手 就当然希望提一提 那我现在再说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为什么 那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补充呢 如果没有呢 我们就要下去 每一位的候选人 去数一数的了 我们不如说一说 这个水浸的问题 好啊 我尽快说一说 其实因为第八区那里 有一条小的河流 那叫做Dorn Channel 那它由多伦多 一直流向北的 但是因为呢 地势是很低陷 那一有大雨的时候呢 那些水都撑进来了 那2005年的时候呢 就很厉害啊 那些parking lot 就湿了 水浸了 那水浸了 那水浸到那么高 有六尺高的水呢 推开了那些商户里头 那些停车场里头的那些门 那些水沉沉沉进去 那有那些小孩子啊 和那些商户都要赶走 那当时很危险啊 那再次呢 就是令到那个市 2005年呢 正史的问题 要去修理这些 那么旧的下水道 排水道 那但是 就说没有钱啊 那省说没有钱 那康山呢 就组织了一些东西 那帮居民呢 就要求市政会拿钱出来整回它 因为他们建屋的时候 已经给了一个发展费 但是师傅就说 不如你每人给多五千至一万元吧 那些人当然不肯了 那我买了一间屋几十年 你现在突然间要我住下去的时候 要我给钱 给这些下水道修整 这个省是负责的嘛 那这次他们就组织了一系列的 工厅会啊 的抗议 令到现在 九年之后 最终开始整了 那 就 为什么和这些有关呢 就是因为 他们整的那些呢 就是康山那些 就是二十年一遇的能力的 但是 第八区这里呢 就只是五年一遇 那就是没有整 嗯 这样 那其实这个商业中心又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啊 那受到影响的时候 如果你整一个五年一遇的话 那就是说 如果那些水万一再大的时候 就一定是再次有水浸 那些人就是很生气的问题 就是因为 几十年了 市长又做了二十五年了 赵議員又做了二十九年了 那同时间都从来没有为过这个动脑筋 从来都没有为人民的福祉 或者商业都是纳税人来 都是给钱的 那你都要为他们整理 嗯 那这样 那希望这个议题呢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能够解决到 其实这件事可以解决到做福人的 因为上一次的水浸 真的很可怕 那就是啊 渡渡水浸都是这样的 嗯 好 那接着下去呢 就是候选人逐个足了 是 那我们纯著英文字幕 第一个就是赵善光议员 那他 他上两次的选举2006年和2010年 都是只有3400票 每次都相若 那 那 但是 那 就是 现在他第二个一位呢 李信幸呢 就已经去了选这个区域议员了 他就有1700票每一次都 就是大约一半的票数 那他的票会回到谁家呢 那我们又不知道 对不对 那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就会知道 但是现在说赵善光的问题呢 就是 很多人都觉得 就是 就是 就是所谓的老讽 就是觉得他 就是已经选了这么多年了 那对他已经再没有什么 特别的 寄望啊 就是做不到事情啊 那他就 那他就 那现在都 就是他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可以给到一些选民 是不是 那他只是 就是 就是 他给人的印象 最近就是 他也都是 帮着市长去 去 想用公帑去这个楼兵场 那也都失了分 那 但是他现在最大的威胁 就来自 上一次 第二 我应该不是说 李信幸不是第二的了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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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那他就是 第二的 应该 他上次就 是 多少票呢 是 2274票 那 就是欠了 112票 其實這位Joseph這次都會出來的 是啊 沒錯 但我們講了其他人再講Joseph 第二位的候選人就是Peter Debron 這一位其實就是一個 我相信他是巴基斯坦瑞 他是一個新手 他也是一個副校長 他在多倫多有一間學校做副校長 Peter其實我也認識他的 他做了很多東西在網址 他鋪天蓋地 他十幾樣東西答應市民去做 我覺得就是你做不做得完 你隨便選三樣就好了 任期只有四年 你有什麼可能做得完呢 大家都覺得Peter或者是 把太多東西放在議題上 到時不可能集中做到幾樣 一樣做一些 一樣做一些 後果可能是沒有那麼好 如果他選到的話 噢 接著再講來這位是女士 是女士 這位也熟悉的就是古文林 她是其實在未做李國賢的助理之前 李國賢是區域議員 李國賢是區域議員 現在都在選中 當然古文林是隨他辭職的 他做了四年 差不多四年了 各不各的助理 他對於所有萬錦士的議題 全部都十分熟悉 之前呢 他是做了十年的政治版 中文林政治版 在兩大報章那裏 那裏做了這個跑街的記者 也都討論了 研究了很多市政問題 變成他的經驗是十分之豐富的 他也都在這個流冰場那裏 下了很大的努力 幫忙去翻譯 幫忙去把那些單章文卷 派給人 他其實是一個幕後英雄來的 應該說是英雌 英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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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人對他都不太熟悉 不太深認識 像你說是幕後 這樣 因為他經常都要處理民生問題 所以他對居民都認識很多居民 而且他在這區都住了很多很多年 所以他一定有一定的基本票 基本勇登一定有 其實另一位候選人 背景也有少少接近 第四位也是一位女士的 這個就是李思韻 我之前說過 突然選舉意獄 這位真的突然有選舉意獄 突然見辭職 是嗎 突然間到最後 差不多都 突然間我想選 就出來 當然有些人認識他 但最初我奇怪的是 有些人認識他 慢慢看新時代的電視節目 但有些人也說 是嗎 我不認識他 我覺得很奇怪 一人一半 還有就是 他有這個突然的意欲 但很多人就這樣說 他好像從來沒有進過市政廳 他做主播的時候 又不用出街 是坐在那裡 別人拿新聞回來 他又沒有訪問過人 什麼的出去 那時候他對於市政廳的運作 是完全不熟悉的 他對市政廳的議題 亦都不熟悉 那搞什麼呢 不過因為是第一次 我都希望他不要做得太差 我希望他都會努力一點 做好的成績出來 至於第五位 亦都是最後一位 這個是泰米爾族的 Joseph Ramecia 我說過他是第二 許信恒其實是第三 1700票 他這個2274票 2010年 他是第二 因為趙善光的票 從來都沒有進展 兩界都 他現在Joseph 就有機會可以出禮了 這次 他都是很 他給一些選民的東西 都是很簡單的 很直接的 但是你知道 這件事很難說的 有些你都可以說 他大部分的票 一定是族裔票 以普通的規則 以前的成果來講 因為趙善光 他好像是不演戰華僑 還是什麼都是 他是華裔 也是 但是 這個完全不同 泰米爾族 我都影響 第七區 說過 是一個很團結的民族 他們都想選 多一個出來 其實 看回五位候選人 各有特色 第一位趙善光 做了差不多29年 另外 又是一位泰米爾族人 再加兩位女士 兩位在傳媒方面都有經驗 這一區來講 競爭是否真的很激烈 很多人都猜不到 結果會怎樣 那倒是 因為結果的問題 就是 因為李信幸的1700票 放得出來 多數都會是 大家都會搶 我覺得是華裔票 這樣的時候 那1700票 現在就是會由 這兩位女士去分了 邏輯上 因為這1700票 如果再投票 是很少機會 投給趙善光 上次都不投 趙善光 他本身 在這個流冰場 都失了分 還有現在 大氣候 就是萬錦市 都求變 就是說 那個市政廳裡頭 透明度 很差 大家都說 不如求變 要改變一下 將裡頭的成員 大部分抽出來 放一些新血 才會有新的氣象 於是 在那一方面的大氣候 壓迫之下 趙善光的票 相信會跌低票數 對嗎 泰米爾族的人 是很團結 他們會有鐵票 如果他們可以去爭取到其他票的話 這也是一個 有機會去推翻這麼多年 坐在一個很暖的位置上 所以 其實都很緊張 我聽到真的很緊張 因為現在 真的不知道 沒有人可以肯定 尤其是那些區 是橫分了少少 改了邊界 我說過 這個邊界其實都有少少改了 詳細我就已經不記得了 但一定不是維持原來那個 一個大致的位置是一樣 但是不只是多了 少了 我忘記了 這樣的時候 就變成 如果有這個分別的時候 在乎那個居民的集中 在這個新增入的邊界 或者減少了邊界 是哪個族裔 分分鐘有機會 就是去了一邊 或者另外一邊 那其實 全部都決定在那區的居民手上 任何選舉都是居民 居民的眼睛是雪亮 是啊 大家都叮噹馬頭 今次都很緊張 因為 Joseph也是上一次選的時候 第二名得票 再加兩位有些知名度的女性 再加一位 就是Peter 是巴基斯坦裔的朋友 所以哪一位勝出 居民由你們決定 沒錯 沒錯 其實阿波 不驚不覺 我們已經做了很多輯 選舉跑馬仔 你怎麼看 這一集已經到最後一集 真的很感謝你 過去收集了這麼多 這麼豐富的特別資料 和我們聽眾朋友分享 很希望 將來都有機會 和你主持一些其他的節目 當然我也希望繼續和你合作 因為我對這個廣播事業 突然間我又有突然意欲 突然意欲 有興趣 我一生是很全奇的 我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做過 是 但每當我做一件工作的時候 我都會做得很好 我相信我會令你失望 一定是 我相信聽眾朋友的耳朵是雪梁的 看到你所收集的資料 令到我們對於每個候選人 和每一區裏面的一些小小背景 和每一區裏面一些比較大的議題 都有一個形式 無論你是否住一萬禁區都好 其實可能有一些情況都可以 在你自己所住的區裏面引申出來 讓大家作為知識上的參考 市政上的參考 民生上的參考 好了博 到此為止 多謝你 多謝你 有機會我們與聽眾朋友 再主持多點節目 多謝 各位觀眾再見 拜拜 以上內容純屬個人言論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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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代表本台立場